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祭党,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此时文当谢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适于国民。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发出警告,一盘散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 战争年代,国民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而中国共产党则将他视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尽管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复杂甚至势如水火,但两党却都十分尊崇孙中山,视他为伟人。 孙中山先生究竟有何魅力能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和爱戴呢? 在中国艰难的革命历史中,孙中山代表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般的存在。 全面抗日时期,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重新实写了孙中山符号,对中共关于时局和未来前景的认识进行了详细阐释。 尽管中共还有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满,但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选择了求同存异,谋求合作。 很显然,孙中山是超越国民党各派别不同认识的存在,也是其他党派唯一共同认可的存在。 尽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只对将三民主义当作护身符的蒋介石政府进行猛烈批判外, 从始至终没有直接攻击过孙中山本人,因为这是出于对孙中山个人的敬仰和孙中山革命理论和理性的考量。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后因其兄长从商后,家境好转。 1875年,9岁的孙中山被送入村里的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澳门与香山一直以来便是一家,清末民国时期,澳门更是商贸繁荣,两地间人民往来更加频繁,甚至比从香山去省城广州都便利。 孙中山从小便跟随父母辗转于澳门和广州之间,澳门经济发达,中西文化交融,使得他自幼便耳濡目染。 1883年,年纪17岁的孙中山在兄长的资助下,前往香港读书、专修医学,期间,他目睹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苦难和中华民族被列强瓜分欺辱的残酷现实后,他在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步步迈向革命道路。 当时,澳门不仅成为了他返乡的必经之路,也成为了他开展活动的主要地方之一。 在这里,无数爱国青年思考着救国救民的方案,并奋不顾身迈进革命的滚滚洪流中, 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让孙中山极为愤慨,也让他逐渐萌生了反清的志向。 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仍然对清政府上层官员抱有幻想,希望通过他们推行改革,以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 1892年,26岁的孙中山毕业后在澳门行医,成为静湖医院西医局的首任义务医师。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下上李鸿章书,并在新派人物王涛的介绍下前往天津面见李鸿章。 然而,孙中山不但没能见到李鸿章,还亲眼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无能。 至此,孙中山彻底放下了依靠清朝上层官员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幻想,决心推翻清政府,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清政府慌忙寻求议和,中华民族陷入了巨大的畏惧中。 孙中山意识到,只有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才能够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拯救中国于水火。 于是,在抵达檀香山后,孙中山在侨胞中积极进行宣传和鼓动。 11月24日,在华侨和宽家中,孙中山、何宽、李昌等20多人齐聚一堂,宣布成立一个革命团体,并取振兴中华之意,将这一革命团体命名为新中会。 新中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也由此实现了从一位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重要转变。 新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开始筹备起义推翻清政府,为此,他广泛结交军,政各界知名人士,积极组织会员开展军事训练,联系清军水师等。 此外,他还利用舆论宣传,争取中外同情和支持。 1895年10月,各路起义军按期齐聚广州举行起义。 然而,由于香港和主力汕头的武装没能感到,先军一发之际,孙中山果断下令解散起义军,并要求各部队消灭起义痕迹。 就这样,筹备多时的广州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更令人悲痛的是,由于起义计划被新中会成员的家人告发,不少革命先驱被捕,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更是在刑场上展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离开中国,流亡海外,期间,他认真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研究各流派政治学说,并积极结识欧美各国的进步人士。 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由此蒙发,孙中山在流亡伦敦期间,还差点被清廷的密探带回国内处死。 1897年,孙中山来到日本,并在东京创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自此,他一边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一边为起义做准备。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结识了日后与他有着复杂交往经历的张太炎。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相继爆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继续卖国求荣,这让张太炎的内心受到了巨大震动。 同年7月,张太炎在中国议会上痛斥清政府,并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秦王表达了强烈反对。 自此,张太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清口号,并同改良派展开斗争,他更是痛批凉起超。 1902年2月,张太炎流亡日本,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结识。 张太炎十分赞赏孙中山的革命理论,而孙中山也很推重张太炎关于日后建都的设想。 此外,孙中山更是在谈话中留下的预言,表示中国如果能够定都于此,将有望称雄亚洲。 实际上,当时他们对很多地方都进行了分析,有一种说法是一都四经,都指的便是武昌,其他四个地方则分别是江宁,重庆,广州,顺田。 从地图上看,这几个地方都是以武昌为中心向外辐射,进而向全中国辐射。 所以,以武昌为中心便于达到控制全国,管理全国的目的,建都于此几乎能够完美地寻求南北方的平衡。 不过,孙中山也指出了定都武昌的弊端,武昌帝是迪娃,没有天险做屏障,还极易遭受水患,因此,综合来看,定都在这里显然不合适。 最后,他们商讨许久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若谋大,则一离。 乍一听孙中山定都一离的言论,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荒唐至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孙中山随口无舟的,而是他经过仔细考量后得出的结论。 孙中山认为,如果定都关中地区,的确可以达到控制蒙古和新疆的目的,但若想称雄亚洲,关中地区便显得狭隘了。 相比之下,一离土地辽阔,是建都的最佳地点。 更何况,早在乾隆时期,伊犁便已经是新疆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不仅商业,贸易发达,南北科商往来频繁,而且这里还修建有坚固的城墙,玉笛也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定都在此,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列强的直接冲突,而且可以打消沙俄,英国对我国西部地区入侵的阴谋,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走向富强,争雄亚洲的目的。 随着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孙中山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定都伊犁的想法。 后来,中华民国最终定都南京,孙中山定都伊犁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但不得不说,孙中山先生的想法扑具远见,因为西部城市的发展自古以来便是国家重点关注和扶持的对象。 你堂堂一个总理,为什么就那么不知道珍惜智杰,建立妄议? 1902年,孙中山和张太炎再次在日本相遇后,两人相谈甚欢,在此后数月时间里,两人多次往返于横滨和东京,就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尽管期间也有争论,但总的来说,他们私交甚独。 1902年的一天,孙中山约张太炎等人去横滨的永乐楼公宴,席间,孙中山举杯提议敬张先生一杯,张太炎后来自称自己一口气喝了70多杯,可见,这时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张太炎回国后,还曾大赞孙中山为赤子,并称他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 这还不是两人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1906年7月,张太炎出狱后,同盟会派人亲自接他赴日,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由此记录蜜月期。 抵达日本后,张太炎受到了热情接待,并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在7月15日举行的《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人,乱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精神病才能做到。 1907年,张太炎和孙中山因一次误会开始渐行渐远,这一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当时,急于在中国南方筹划起义的孙中山,带着收到资助的18000元回国。 临行前,孙中山拿出1000元举行了告别宴会,又交给张太炎2000元作为民报的经费,张太炎认为民报经费困难,孙中山给的钱根本撑不了多久,而这时,他又得知了孙中山获得秘密赠款的消息。 于是,张太炎对孙中山的革命道德产生了怀疑,并要求他将获得的1万元的赠款留下,孙中山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张太炎在一些同盟会成员的挑唆下,竟然不对事情真相做深入调查,便将同盟会中悬挂的孙中山画像拿下。 不久后,黄港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张太炎又提出了罢免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职务,后在黄兴等人的调解下事情得以平息,但相继而来的误会让两人逐渐走到了决烈的境地。 同年9月,为发动起义,孙中山委托人从日本购买器械运往广东,张太炎等人得知这批武器太过落后,无力于作战,便建议停止订购。 然而,这批器械最终被日本当局全部扣留,而不了解事情的孙中山却将失败怪在了张太炎的身上,甚至认为他泄露机密。 但实际上,遇险事件一方面是日本的阴谋,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已经从其他方面获悉了这一情况。 1908年10月,张太炎和孙中山正式决裂,原因是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并要求交足罚款,否则张太炎便要被罚去做苦工。 而同盟会得知此事后却不予支持,最终是张文弟子凑钱才使得张太炎免于做苦工。 同盟会之所以没有援助张太炎,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孙中山正在忙着为其失败后的事情负责。 就这样,在重重误会中,两人的关系就这样宣告破裂。